朋友们好,我们继续学习债务冲动 那下面看第三个问题 债务人的会计处理 那债务人第一个,债务人以资产清偿债务 资产清偿债务可能这项资产是属于金融资产 也可能是非金融资产 还有可能是金融资产非金融资产的组合 那我们看,这要如何来进行处理 债务人在进行会计处理时呢 现在不认工运 完全的就是账面 就说你应付债务是账面价值 我们资产这一方面呢也是账面价值 根本就不谈资产的公运 差额呢就是既当即损益 如果我们抵债的资产是纯的金融资产 差额是即投资收益 那如果是非金融资产 或者说有金融资产 非金融资产的组合 差额就要寄到其他收益 就不能投资收益 所以他说 债务重组 采用以资产清偿债务方式进行的 债务人应当将所清偿债务账面价值 与转让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即当即非 那第一个 债务人以金融资产清偿债务 那比如说我们用的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他债权投资的金融资产 那这个差额 我们是寄到投资手里 说偿债金融资产 以提减值准备的 那你把减值准备得截转 对于 你分类为以供引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寄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债务工具投资清偿债务 那之前 寄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累计利得或损失 应当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出 寄入投资收益科目 其他债权投资 而这一块呢 认为把它终止了 原来那部分转出 把它寄入投资收益科目 对于 以指定为以供引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寄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清偿债务的 那之前寄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累计利得或损失 也要转 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出 那寄入盈余攻击 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等科目 我们看出金融资产 按终止确认 出售的方式处理 如果是应付账款 把应付账款的账面价值给终止了 那要是金融资产 其他债权投资 把其他债权投资 账面价值终止了 差额把它寄到投资收益 然后将持有期间产生的 其他综合收益 那你转入投资收益或留存收益 那就看 是其他债权投资 还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转留存收益 有一个问题 以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抵偿债务的债务重组 说抵债资产账面价值 与应付债务账面价值差额 是否应进入留存收益 因为说 你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正常鼓励影响 所以别的不让 那说这个到底怎么办 我们又不认公允 所以这就争论问题 那有人就提出 那这个得认公允 然后你公允跟账面的 不要记投资收益 然后你公允的跟应付债务账面 那你就随意去 那我们不认公允 所以像争议的东西 我们都以教材为准 其实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持有代售那一张 教材上的例子 最终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原来的其他送账收益 也都给转到 资产处置损益里去了 因为他说 房屋处置组都转到损益 他把那也给转到美金去了 也有转损益的事 因为这个呢 它并不是 其他债权投资 公允跟账面的差 它是应付债务的账面价值 和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账面价值差 你也说不清楚 有多少转留算收益的事 所以他没转 没转就没转 那这一部分就给他投资收益 所以就是说 你抵债的应付债务账面价值充劳 即使这边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充劳 差额呢也放到投资收益 我们就按照这个准则来 很多的说法 那当然 对于呢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前持有期间 形成的其他综合收益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那完全是 持有期间形成的 那你不能转到 投资收益里去了 因此这一部分转的时候 我们转到流算收益 那具体盈余工具 利润分配为分配利润 第二个问题 债务人以非金融资产清偿债务 说债务人以单项或多项 非金融资产清偿债务 或者以包括金融资产 和非金融资产在内的 多项资产清偿债务 那这个不需要区分 资产处置损益和债务重骨损益 也不需要区分 不同资产的处置损益 说而应将所清偿债务账面价值 与转让资产账面价值差额 全都寄到其他收益里去 说债权人 那偿债的资产啊 这债务人啊 偿债资产 以提减质准备的 那要截转以计提的减质准备 用的是个其他收益 其他收益在债务重骨那一张 我们见到 那债务人以日常活动 产出的商品或服务 清偿债务的 应当将所清偿债务账面价值 与存货等 现货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寄入其他收益 我们这个存货 也不可以确认收入 因此我们看会计分路 借方借应付账款等 贷方库存商品 固定资产清理等 那固定资产清理是 转让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所以这一块呢 都要体现账面价值 最后的差额是其他收益 债务充足收益 说债务人 已包含非金融资产的 储支组清偿债务 应当将所清偿债务 和储支组中负债的 账面价值之和 与储支组中资产 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寄入其他收益 与储支组也一样 都寄到其他收益 储支组所属的资产组 或资产组合 按照资产减值 分摊了企业和平中商与 那你储支组应当 包含分摊的储支组中商与 那你储支组资产 提前是准备的 也要进行截转 就是我们抵债可能是储支组 反正你都给他冲了 都是账面 那下面我们看一个问题解答 债务人 以存货清偿债务方式 进行的债务重组 是否应当作为存货销售 进行会计处理 就答根据债务重组 准则第十条 以资产清偿债务方式 进行债务重组的 那债务人应当将所 清偿债务账面价值 与转让资产账面价值 之间的差额 进入当期损益 那不要确认收入 根据收入这个准则 第二条 收入是日常活动形成的 导致经济率 所有者权益增加 与所有者投入资本 无关经济率一损流入 通常情况下 债务重组不是日常活动 因此债务重组不是用收入本格 不能作为存货销售处理 那这样的就是 应付债务账面价值 存货账面价值差 都寄到其他收益里去 没把它作为日常活动 我们看2021年的考试 一个单选题 20年 甲公司发生的相关交易 或事项如下 第一个 以存货清偿债务 实现债务重组利得是20万 第二固定资产盘盈是100万 第三存货盘盈10万 第四固定资产报费利得1万 那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20年度 应记录 营界外收入的金额是多少 那营界外收入的 只有报费的 你债务重组这边 存货清偿债务的利得 那属于其他收益 固定资产盘盈 以前联动水一条 让挑戏度流算收益 存货盘盈出管理费 那只有固定资产报费 即营界外收入1万 第四正确 第二债务人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说债务重组采用 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方式进行的 债务人初始确认权益工具时 应当按照权益工具的 供允价值计量 权益工具的供允价值 不能可靠计量的 那应当按照 所清偿债务的供允价值计量 就说你先是权益工具 要有供允价值计量 没有是清偿债务的供允价值计量 所清偿债务账面价值 以权益工具 确认金额之间的差 要寄投资收益里去 债务人应发行权益工具支出的 相关税费 依次要充资本工具 盈余工具未分配利润 所以具体来说 把应付债务账面价值充了 那你代方股本资本 募集股本一价 或是收资本资本 募集资本一价 他反映的应该是个公允 那这个差额投资收益 公允呢 可以最好是属于这部分 债转股份的那部分的公允 如果没有 那就是应付债务的公允 那就看看给哪个了 首选的是这部分股份的公允 如果没有 很难得到是债务 应付债务的公允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个问题解答 债务充足方式 说主要包括债务人 与资产经常债务 将债务准为权益工具 修改其他条款 以及前出一种以上的方式组合 说企业如何判断 所进行的债务充足 是否属于 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债转股的方式 说在债务人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的过程中 权益工具 那是根据金融工具猎豹准夺 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 它体现的股本 实收资本 资本公企等 一定要体现在这里面 那前面也谈到过 说实物中有些债务充足 名义上采用债转股 实际不是 但同时附加一些条款 比如约定债务人在未来某个时点 以某一金额回购股权 或者什么强制翻红 这并不是属于金融工具 猎豹准则分类为权益工具的 所以这些并不属于权益工具 那这个不算数 真正的债专股要体现 真实体现到股本 实收资本 资本公企这些东西 那第三呢 是修改其他条款 债务充足 采用修改其他条款方式进行的 如果修改其他条款导致债务终止确认 债务人应当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重组债务 终止确认的债务账面价值 与重组债务确认金额之间的差 要寄到投资收益里去 这是修改其他条款 那如果修改其他条款 没有导致债务终止确认 或者仅导致部分债务终止确认 没有终止确认那部分 原来分类是什么样的债务 比如说是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或者是与供应价值计量 且去变动技术当机的金融负债 是什么 按照什么继续进行反应 那当然债务人应当根据重新议订 毕竟有些变化 重新议订合同的现金流量变化 重新计量该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 你重新计量的数跟原来数的差 寄到投资收益里去 重新计量该债务的账面价值 应当根据将重新议订或修改的 合同现金流量 按债务的原实际利率 来进行折现确定 这个就和金融工军的一章 当时呢 谈到一个贪于成本计量的 债券投资 一样的 说原来是属于到 第五年年底 收合同现金流量 1250万 然后现在变了 第三年初说 在第三年底收一把 625 最后再收625 那就变了 所以他把第三年年初 向债券投资 他的 期出 账面价值给调了 原理都是一样的 因为你有现金流变化 重来 重来的话就会出现差 这调整的问题 知道一下就行 然后对于 修改或重新议订合同 所产生的成本费用 那比如说一些相关税费什么 那债务人应当调整修改后的 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 那你要调配 并在修改后 重组债务债务的剩余 期限来进行谈销去 说到这个问题 那下面我们看一个例题 A公司为上市公司 18年1月1日 A公司取得B银行贷款1000万 约定贷款期限为4年 即21年12月31日到期 年利率7%按年复息 原实际利率为7% A公司已按时支付所有利息 21年12月31日 A公司出现严重资金周转 多项债务违约 信用风险增加 无法偿还贷款本金 B银行同意于A公司 就该向贷款重新达成协议 那我们看情形1 B银行免出A公司50万元债务本金 并将尚未偿还的债务本金 950万元 展期至22年12月31日 年利率为8% 假定市场利率为6% 剩余债务的供应价值是967.92 剩余债务的 那就说 你未来现金流按照市场利率折现 应该是这样一个数字 那我们看看到这种 书不属于实质性修改 因为对于债务 实质性修改 那就是你推导重来 原来的债务终止 新的是新的 原来是原来的 如果不是实质性修改 还是按照原来的债务继续进行处理 那现在 重组债务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现在是免了50万 剩余的未来的债务是950 那现在的利率啊 年利率是8% 乘以一加8% 一年后的应该是这么多 那我们折现用原利率 原来的利率呢 当时给的是7% 所以要除以一加7%折现 即58.88 那你原债务的剩余期间 现金流量限制 如果说原债务延一年 那是1000乘以一加7%的利率 那它除以一加7% 所以现在就是它的限制是1000 那我们看现金流变化 1000减去958.88 叫做 新的债务 它未来现金流的限制 按言实际率的折现 和你原债务的限制 原债务限制到这点 它的差 那我们再除以1000 就是说原债务 它的现金流量限制 4.1% 小于10%的 不属于实质性修改 不是实质性修改 还是长期借款呗 但是我们把原来的 长期借款1000万给充了 那反映新的 新的呢 一共958.88 这个反映 重组债务 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但是本金部分 我们是950 因为是1000 免了50吗 剩下的应该反映到 利息条件里面 加起来 958.88 体现的是 目前这个时刻 未来现金流量限制的数字 就是这种情况 我们再看情形二 B银行免除 A公司200万元 债务本金 并将尚未偿还的 债务本金800万元 展期至 二年12月31日 年利率为8% 假定市场利率6% 那剩余债务的 公允价值815.09 那剩余债务 应该是按照市场利率 折现的数字 我们看说 重组债务 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免了200万 那现在是800 800乘以1加8% 这是重组债务 未来现金流量 因为展期一年 未来有这么多本金利息 按原实际利率折现 除以1加7% 那等于807.48 原债务的剩余期间 现金流量限制是1000 这是原来的债务 还有一千 你是在21年底的时候 有一千 那我们看现金流变化 1000减去807.48 我们再除以1000 等于19%的25 大于10%了 那就实际性去修改 那就不用延续 原来的债务处理的方式 所以会计处理 把原来的长期借款 本金1000给充了 实际性修改 那你剩余债务 要反映它的一个供应 815.09 那供应是多少 按照多少来反映 因为这是实际性的 我要反映一个新的 不是为实原来的进行处理 那这样差额 把它反映到投资收益里去 比如说我们新的是短期借款 一年之内的 要还的 要按照它的供应价值反映 不像前面那种方式 前面说 我没有实际性修改 那你按照重组债务 未来现金领充限制反映 还是长期借款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这是它的处理 第四是组合方式 说债务重组 采用以资产清偿债务 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修改其他条款组合的 说对于权益工具 那债务人应当在出示确认时 按照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计量 那权益工具 供应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 按照所清偿债务的 供应价值计量 这是组合吗 说对于修改其他条款 形成的重组债务 那债务人呢 要按照 第三修改其他条款的部分内容 确认计量重组债务 所清偿债务账面价值 与转让资产账面价值 以及权益工具 和重组债务 确认金额之和的差 计入其他收益 那或者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的话 只涉及到是金融工具 才反映到投资收益 那如果说涉及到有金融工具的 也有非金融资产的 那都是其他收益 按这个处理 所以有个提示 仅涉及金融工具 抵债资产账面价值 与应付债务账面价值差额 投资收益 那其他情况的 我们都把它反映到 其他收益里面去 我们看一下教材的例一 20年6月18日 甲公司向乙公司销售商品一批 应收乙公司账款的入账金额是95万 甲公司将该应收款项 分类为以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乙公司将该应付账款 分类为以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20年10月18日 双方签订债务充组合同 这是这一天签订的合同 因为我们有一个合同生销日 我签合同这一天 以公司一项无形资产 核算的非专利技术 偿还 该现款 该无形资产账面余额是100万 累计摊销额为10万 以计题简直准备2万 那10月22号 双方办理完成该无形资产转让手续 甲公司支付评估费用4万 当日甲公司 应收账款供允价值是87万 以计题换量准备7万 以公司应付账款的账面的价值是95万 假设不考虑相关税费 这题应该是说给合同生销日应收账款的公运 我们现在要求都是合同生销日 那看债权人的会计复理 20年10月22号 债权人甲公司取得无形资产成本 就是这项债权 放弃债权供允价值87万 又支付了评估费用4万 所以合计是91万 那账务处理 借无形资产91万 把应收债权账面价值给充了 账面余格95万 提了会计准备7万充掉 支付了评估费用4万 那是银行存款4万 然后呢放弃债权 供允价值账面价值差弱 1万 因为你看 就是我们这项债权 供允价值是说87亿 那账面余格95 提了7万的准备 所以账面价值88 87比88少1万 投资收益在借房有1万 再看债务人 把应付账款的账面价值 给充了95万 然后拿无形资产抵债 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充了 给的累计摊销是10万 无形资产减少准备2万 贷方无形资产100万 应付债务账面价值 和抵债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其他收益 所以我们看其他收益里 贷方反应17万 成立一 假设甲公司管理层决议 受让该非专利技术后 将在半年内将其出售 当日无形资产的公允价值 87万 预计未来出售该非专利技术时 将发生1万元的出售费 那我们看他的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 以后的金额是86万 该非专利技术满足持有代售资产的条件 那你无形资产呢 这里面入的是91万 如果划分为持有代售呢 应该是86万 所以有5万的资产减值损失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进行会计处理时 持有代售资产 直接反映到持有代售资产里去了 我们就不是无形资产了 86万反映 供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的进度 然后呢 评估费没问题 代银行存款4万 之后呢 把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充了 代应收账款95万 换账准备7万充掉 那这个差额呀 不能都反映到资产减值损失 我们真正资产减值损失是多少 原来入账的金额 就说你假设 没有划分为持有代售 应该入账有多少 你看入账我们前面不是这一关吗 91万 应该是91万 而我们现在入账的是86万 这个之间的差放到这里 而那个1万呢 仍然还要反映 那是放弃债权 供允价值 账面价值差 因为账面价值比供允价值 多了 那1万 那还是投资手1万 所以这应该这样做分路 我们看教材的例二 19年2月10日 假公司从乙公司购买一批材料 约定6个月后 假公司应结清款项是100万 那假定呢 无重大融资成分 乙公司将该应收款项分类为 以供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假公司将该应付款项分类为 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那19年8月12日 假公司因无法支付货款 与乙公司协商进行债务重组 双方商定乙公司将该债权 转为对假公司的股权投资 那这就属于债转股 原来是债务现在变成股权投资了 10月20日 乙公司半截了对假公司的增资手续 假公司和乙公司分别支付手续费 等相关费用1.5万和1.2万 就假公司支付手续费是1.5 乙的那边支付的1.2 债转股后 假公司总股本是100万 乙公司持有的抵债股权 占假公司总股本的25% 对假公司具有受达影响 假公司股权供引价值不能可靠计量 说刚刚这个股权供引价值没有 假公司应付款项的账面价值还是100万 他要是没有债转股的时候 我们应该按照应付债股的供引价值去进行计量的 19年6月30日 应收款项和应付款项的供引价值均为85万 那19年8月12号 这是属于合同签订日 那这个时刻呢 应收款项应付款项的供引价值给的是76万 19年10月20日 应收款项和应付款项的供引价值还是76万 假定不考虑其他相关税费 好我们看债权人的会计处理 债权人是乙公司 当时呢 这一项应收账款 把它分类为以供引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进入当期所以的金融资产了 取得时的成本数呢 是100万 而6月30号 它的供引价值85万 所以会有一个供引价值下降 那借记供引价值变动 所以15万 代交易性金融资产供引价值变动15万 8月12号这一天 那是属于合同生销日 现在的供引价值给的是76万 而6月30号时是85万 又下降了9万 因为它得按照 交易性金融资产来核算 是作为这一类金融资产的 9万 仍然借供引价值变动 所以代交易性金融资产供引价值变动9万 我们看第三 10月20号 乙公司对假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那是怎么来的 这是属于权益法核算 还是执行债务冲准则 是放弃债权的 公允价值为基础定的 那我们放弃债权公允价值76 这个76是合同生销日 合同生销日给的 8月12号就76万 是那个数 不是你10月20号这一天的公允 你就要放弃债权的公允 合同生销日 所以当时反映的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是 100万 公允价值变动24万 因为一共是76万 然后他支付了1.2万的相关税费 那你取得重大影响的股权投资 支付的相关税费是要尽成本的 所以最后是相当于放弃债权 合同生销日的公允价值吗 加上支付相关税费 作为长期股权投资去反映了 长期股权投资77万2千 好我们看第二个债务人的会计处理 说10月20号这一天 你要把应付债务账面价值给充了 然后呢 要反映公允 公允当人10月20号的 对于债务人 因为你是这一天 本来是这一天股权的公允 但是说 哦 确定不了 那你按照清偿债务公允价值呗 题目给了10月20号债务的公允价值吗 76 所以这个76是10月20号的 不向债务人 放弃债务公允是属于合同生效日 那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 借方的借记应付账款 这是100万 然后对于实收资本 我们这里反映 两者呢 加起来是公允 就实收资本资本公寁资本一加 那我们当然还有一个支付了手续费 是属于发行费用1.5万 要充资本公寁资本一加 然后这里面 债转股后 奖公司总股本呢 是100万 它占到25% 自己是25万呗 享有的份额是25万 就是100万 乘以25% 然后呢 这个银行送款支付的要充资本公寄 所以最终资本公寄 是49万5千 就这三项实际要加起来的 是公允价值76万 所以最后差额投资出是24万 那我们再看教材的例三 19年11月5号 甲公司向乙公司奢购一批材料 含税价位234万 20年9月30 甲公司因发生财务困难 无法案合同约定偿还债务 双方协商进行债务重组 以公司同意甲公司用期生产的商品 作为固定资产管理的极其设备 和一项债券投资 抵偿欠款 当日该债权的公允价值为210万 这就是说我们在9月10号的一天 这属于合同生销日 债权公允价值210万 甲公司用于抵债的商品试价 那不含增值税是90万 抵债设备的公允价值是75万 用于抵债的债券市场的投资试价 23.55万 这都是合同生销日 抵债资产于20年9月20日转账完毕 甲公司发生设备的运输费用0.65万 乙公司发生设备安装费用1.5万 那乙公司以贪于成本计量该项债权 20年9月20日 乙公司对该债权以计题换量准备19万 那债券投资市价是21万 乙公司将受让的商品设备和债券投资 分别作为第一支一号品 固定资产和以供引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核算 甲公司以贪于成本计量该项债务 20年9月20日 甲公司用于抵债商品成本70万 抵债设备的账面原价是150万 累计折就40万 以具体减值准备18万 甲公司以贪于成本计量用于抵债的债券投资 债券票面价值总额15万 票面利率与实际利率一致 按年复息 甲公司尚未对债券确认利息收入 当日呢 该项债务的账面价值还是234万 甲乙公司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适应增值税税率13% 将税务机关核定 该项交易中商品和设备的寄税价格分别为90万和75万 不考虑其他相关税费 那我们看债权人的会计付 那一个是低值一号品可抵扣的税 我们认定的它是90万的寄税价乘以13%是1.75 那设备认定的增值税的寄税价75 乘以13%9.75 然后低值一号品和固定资产的成本 我们怎么入账按照供应价值比例 那这个怎么定 现在是合同生销日 我们放弃债权的供应价值 然后要扣除受让金融资产供应 这个受让金融资产供应呢 同样也应该是合同生销日的 这个我们说上例题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一定是合同生销日 不是后面 后面呢 你看啊 这个合同生销日 这一天 23.55 说你后面 到了9月20号 什么这市价21 那无效 不要去管它 应该就是合同生销日 同一天该合适 我们扣掉增值税 低值一号品 可抵扣的11.7 那设备可抵扣的9.75 扣完了 按照低值一号品 固定资产 公允价值比例区分 那固定资产 它的公允75 第一只号品90 所以你要第一只号品的成本 就90除以这两者 公允价值合计 最终它是90 固定资产的75 除以这两者的合计 那最终算出75 跟给的供应价值一样 这没关系 有可能不一致 所以这叫做要扣除 受让金融资产的供应价值 那我们考试时做题 是合同生销日的供应 就行了 那20年9月20号 以公司的账务处理不下 第一个 截转债务充足相关损益 我们第一只一号品 已经有了 就说 那戒方吗 或者一些周转材料 也没关系 都可以 再建工程 再装设备75万 进项税可与抵扣的两者相加 一个11.7万 一个9.75万 所以21万4千 然后我们看交易性金融资产 这9月20号 9月20号这一天 债券投资 市价21万 市多少反应多少 因为它要体现公运 它执行的是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准则 所以这个数是21万 那不是23.55万 把应收债权账面价值充了 贷方 贷应收账款234万 提了换账准备19万 最终差额是投资收益 这是个差额 这个差额并不是说 放弃债权 公运价值 账面价值差了 因为你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并不是按照 合同生效日的 公运价值助障 它是按照 得到交易性金融资产 这时刻的 公运价值反应的 所以最后呢 投资收益呢 这里也反映的是一个 差额 它的做法 然后支付安装成本15000 进入到载件工程 借载件工程 带银行存款15000 那安装完毕达到可使用状态 借固定资产带载件工程 那最终一共是76万5000 那我们再看债务人 贾公司9月20日的账务处理 我们把固定资产的原价150万 已经提了折旧40万 提的简直准备18万 都转到固定资产清理 那借记固定资产清理92万 那债务人又支付了一些运费 与这项固定资产相关的 那你拿固定资产抵债了 所以运费呢 也要寄到固定资产清理 借固定资产清理 带银行存款6500 那之后 我们应付账款 账面价值充掉 那你把固定资产 账面价值呢 也都充了 整个固定资产清理 92万6500充掉 抵债库存商品 70万 账面价值 那都是按照账面价值来 我们确认了增值税 肖像税额21万4500 那债权投资成本呢 是15万 都是账面价值 最终是其他收益 就说你 都有的话 金融资产 非金融资产 最终差额 是其他收益 34万9000 我们再看例四 A公司为上市公司 16年1月1号 A公司取得B银行贷款是5000万 约定贷款期限为4年 即19年12月31日到期 年利率为6% 按年复息 原实际利率为6% A公司已按时支付所有利息 19年12月31日 A公司出现严重资金周转问题 多项债务违约 信用风险增加 无法偿还贷款本金 那20年的1月10号 B银行同意与A公司就该向贷款重新达成协议 新协议约定 第一个A公司将一项作为固定资产核算的房产 转让给B银行 这先要转让房子 用于抵偿债务本金1000万 该房产账面原价是1200万 累计折旧是400万 没有提检职准备 第二呢 A公司向B银行增发股票500万股 每股面值是1块钱 占A公司股份总额1% 用于抵偿债务本金2000万 那A公司股票于20年1月10日的收盘价 每股是4块钱 那就说 20年1月10号重新达成协议这一天 他股票收盘价每股是4块钱 第三呢 在A公司履行上述偿债义务后 B银行免除A公司500万元债务本金 并将尚未偿还的债务本金1500万元 展期至20年12月31号 年利率8% 如果A公司未能履行一二所述偿债的义务 B银行有权终止债务冲突协议 尚未履行的债权调整承诺随值失效 B银行以贪于成本计量该贷款 以具体贷款损失准备300万 该贷款于20年1月10号的供允价值 这就是说新的那个合同 供允价值4600 合同生销日 予以展期贷款的供允价值是1500万 那20年3月2日 双方办理完成房产转账手续 B银行将房产作为投资性房地产核算 20年3月31日 B银行为该笔贷款 补提了100万元的损失准备 那20年5月9日 双方办理完成股权转让手续 B银行将该股权投资分类为 以供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那A公司股票当日收盘价每股是4.02 A公司已贪于成本计量该贷款 截至20年1月10日 该贷款的账面价值是5000万元 不考虑相关税费 那我们看债权人的会计处理 A公司与B银行 以组合方式进行债务重组 那涉及资产经常债务 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债务豁免是涉及到修改其他条款 所以认为对于债权人混合的 认为做出了实行修改 那你把原来的终止确证 然后再形成新的金融资产 按照修改后的条款 确定新的金融资产 这样债权人B银行的账务处理 3月2号 那这一天我们取得投资性房地产 要决定才能入账金额 按照当时的供资价值 就说 20年1月10号 当时 合同生销日的供资4600 那以它为技术来进行计算 放弃债权供资价值4600 然后售让股权供资价值500要乘以4 这个4呢一定也是合同生销日的 要反映那个供资价值 就说在 合同生销日这一天 1月10号收盘价每股是4 不是你真正得到这项金融资产的时候 是合同生销日的 所以减去 售让股权供资价值 那我们还扣掉还有一个重组呢 重组债券供资价值 因为你要实际性修改 未来重组当中供资价值去反映去 那就1100呗 所以借房投资性房地产 贷房贷款本金1100万 反映这个数 结果到了3031号 他又对贷款提了100万的信用减值准备 信用损失准备 那借房借信用减值损失100万 贷房贷款损失准备100万 又反映这个数 那5月9号的一天 售让股权这一天得到的股权 作为交性集中资产合算 按照这一天的公允价值来反映 所以形成500万乘的是4.02 这个数 等于2010 他并不是说 5月9号这一天 交易性金融资产合同生销日的计 他哪天取代是哪天来反映 然后把原来贷款 还剩多少呢 5000万减去1100万 这是贷款本金部分 一共提了损失准备是400万充掉 我们现在新形成一个金融资产 贷款本金 按照它的公允价值重新反映 因为这个公允价值呢 我们确定的是1500万 你交易性金融资产也定了 最终差额是寄到投资收益 这贷款10万 那接下来我们看债务人的快据处理 说按债务冲组协议的执行过程和结果不确定性 于20年的5月9日消除审 债务人清偿该部分债务的现实 已经解除 你要确认债务充足损益 并敢修改后的侨款 确认新的金融负债 那我们在3月2号这一天 拿固定资产 抵了一部分债务 所以借记固定资产清理 是账面价值吗 800万 累计者就400万 贷固定资产原价是1200万 我们把长期借款抵了800万 那你现在借长期借款 贷固定资产清理800万 第二5月9号 重组债务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我们还剩未来的剩1500 利率8%乘以加8% 按原时期利率折现 所以除以加6% 那等于1528.3 原债务在剩余期间 现金流量限制 原债务到这个点上 2000万吗 因为你一共5000万 合同生销日的时候 人家给的资产 固定资产底楼要1000万 然后债转股方式又有2000万 那么还剩2000万 那现金流变化 免那500万 你不能说那就不是原债务了 那应该还是原债务里面 免是免 那这样 现金流变化 2000减去1528.3 我们算出来的 那你除以原债务的现金流量限制 23.59 大于10% 所以它属于实质性修改 应当终止确认原部分债务 那新的债务案修改后的条款呢 供应价值入账 所以我们把原来的长期借款呢 5000万 原来拿固定资产底了一个 当时账面上底了一个800 还剩4200 代方代计股本 500万 然后是资本公积 1510万 那股本呢 按照面试来反映 差额资本公积嘛 因为它的供应价值2000万 那现在形成一个短期借款 1500万 就是说它的供应嘛 形成1500万 那差额就是其他收益 都放到其他收益里面 690万 所以这是属于一个实质性修改 原来的债务结束 形成一个新的 这样来处理 说本例中 即使没有A公司未能履行 E2 所处偿债义务 B银行的有权终止协议 那其他债券调整 程度随时失效的这样条款 说即使没有 也要谨慎处理 考虑在债务的现实义务 解除时终止确认权 一般东西 影响损益的 最终终止是在影响损益去 而第三节 债务重组的相关披露 说债务重组中涉及的 债权重组债权 债务重组债务 和其他金融物业披露 那你按照金融物工具列报规定 来处理 说此外呢 债权人和债务人还应当在 附阻中披露与债务重组有关的 额外信息 这个一般大致了解一下就可以了